感谢同学们选择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那么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已经讲解完成 下面我们对全课程做一个总结以及学习展望 首先我们对全课程做一个总结 本课程内容的总结 内容分成了三部分设计 包括两周的Python快速入门 去感性认识Python语言 我们利用五周时间讲解了Python基础语法 从五个方面讲解基础语法的全体系 进行理论学习 最后使用两周去讲解Python编程思维 从方法学角度开阔认识 提升整体编程能力展望未来 这是本课程设计的整体内容 那么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本课程的全体系 我们不仅讲解了Python基础语法 也讲解了Python计算生态 并且给出了Python实力解析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希望这门课能够帮助大家在编程的路上开个好头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Python基础语法 Python基础语法全体系包含五个部分 包括基本数据类型 讲解了整数、辅点数、负数以及字不数二类型 包括第二个部分程序的控制结构 讲解了分支结构、异常处理、便利循环和无线循环结构 第三我们讲解函数和代码复用 介绍了函数定义和使用 以及函数的地规 再进一步我们讲解组合数据类型 介绍了集合类型、序列类型和字典类型 再进一步讲解了文件和数据格式化 介绍了文件的使用 以及一二维数据的表示、存储和处理 在Python基础语法的过程中 我们讲解了Python计算生态 详细介绍了七个有趣的Python标准库或第三方库 它们是Curtle库 用于基本的图形绘制 Time库 用于时间的基本处理 Random库 用于产生和应用随机数 Pyinstaller库 用于将原代码打包为可执行文件 Jba库 是一个简洁的中文分词库 WordCloud库 用于生成中英文的词语 OS库 用来完成操作系统的一些小功能 此外 我们盖揽了一批Python计算生态 从数据处理到人工智能 从外外解析到网络空间 从人机交互到艺术设计 我们一共介绍了36个第三方库 再进一步 我们随着课程讲解了16个实力 包括温度转换 Python网车绘制 天天向上的力量 文本进度条 身体质量指数BMI 圆周率的计算 七段数码管绘制 科赫雪花小包裹 基本统计值计算 文本磁频统计 自动轨迹绘制 政府工作报告词云 体育经济分析 第三方库安装脚本 霍兰德人格分析雷达图 玫瑰花的绘制等 无论是基本的语法内容 详细介绍的Python计算生态 概述的Python计算生态 以及详细的实力 他们构成了一整套入门的程序设计内容 希望同学们能够喜欢这些内容 并且真正的了解Python编程的魅力 下面介绍课程考核级证书 全课程提供9次作业和4次测验 其中作业占50分 测验整体占50分 所有作业和测验在Python123平台上完成 当同学们完成考核之后 可以考虑申请课程证书 如果当前课程处于学期状态 同学们也完成了考核 可以按照中国大学募课要求 申请节课证书 如果同学们关注课程或学习内容的时候 课程并不在开放学期状态 同学们可以完成全部的内容和考核任务 等待课程再次开设的时候 去向中国大学募课申请证书 在开课过程后 同学们不需要再进行考核 也就是说 无论任何时间 无论课程是否开放 同学们都可以先完成考核 但是只有在课程开放的时候 同学们才可以申请证书 那么课程证书什么样子呢 本课程提供两种证书 一种是免费的捷克证书 它是一个电子的图片 还有一个收费的认证证书 它是一个纸质的证明 其中的认证证书 将具备二维码扫描的相关功能 同学们可以在证书中 联网认证证书效果 无论是电子证书还是纸质证书 都有认课老师的签字 当然这里边我们先不告诉大家 认课老师的签字是什么样子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申领相关证书 另外无论是电子版的免费证书 还是纸版的书费证书 都分合格和优秀 两种样子 那么课程证书有什么用呢 老师要说证书不解决就业问题 不解决行业准入问题 不解决收入问题 但是证书是一份证明 证明自己曾经的努力 证明自己的水平 同时证书也是一份提醒 要提醒自己继续努力 继续前行 下面我们对后续学习进行一些展望 学习了本课程 我们还不能说精通Python语言 因为在老师的设计中 Python语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Python基础语法体系 它讲解的是函数式编程 也就是这一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内容 进一步Python具有进阶语法阶段 它讲解的是利用Python语言 实现面向对象编程 使用面向对象编程 我们将极大的开阔编写程序的视野 使得编程能力再上台阶 再进一步 还有Python高级语法 因为与其他编程语言不同 Python语言具有自己的编写风格 它叫Pythonic 那么如何进行Pythonic编程呢 如何让你的Python语言 调用其他编程语言编写的模块呢 这就是Python高级语法所讲解的内容 那么在语法深度上 分为基础语法 进阶语法和高级语法 同时在应用深度上 也包含很多类别 比如我们可以进一步去理解 Python网络爬虫与信息提取 去学习Python数据分析与展示 去学习Python机器学习应用 甚至可以去掌握Python科学计算 三维可视化方法 再进一步 我们可以将Python与大数据 人工智能结合一起 将Python与嵌用式开发 和可编程硬件结合一起 这些都是进一步加深 Python应用深度的学习内容 在中国大学目科平台上 北京理工大学 Python语言课程组 进一步提供了 几门Python纵深课程 此外 在爱课程中国大学目科上 我们将通过微专业等其他频道 提供一些深入的学习内容 在语法纵深方面 我们将在网易云课堂 微专业课程的栏目中 讲解Python进阅语法 以及Python高级语法的内容 有志于成为真正的Python专业程序员的同学 记得关注网易云课程 松老师的进阅课程 最后我们要说Python的未来之路在哪里 我们学习一样东西 总需要未来 这样东西是有用的 老师给你解释三句话 第一 Python Everywhere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信息世界中 Python将无处不在 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 无论是网络还是单机 都有Python的身影 再来第二句 Python only not enough 只学Python是可以的 但并不足够 学好Python 要想成为专业程序员 还要学习其他的编程语言 比如能够与Python对接的C语言 比如能够在Web上 展示前端的HTML JavaScript等语言 综合其他语言 Python将发挥更大的能量 再来第三句 Python Ecosystem 也就是说 利用Python计算生态 编写程序 将成为未来编程的主流思路 那么 学习了Python基础语发体系 学习了Python计算生态 学习了这种编程思维 将在未来的信息世界中 让你占有优势的位置 人生苦短 我学Python 感谢各位同学 学习由北京理工大学团队 提供的Python语言 程序设计课程 也感谢大家 关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以及本课程团队 后续的相关课程 谢谢各位同学